作为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第五代战机 歼20一直以来备受关注 然而说到歼20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的名字 那就是歼20的总设计师杨伟源氏 这是一个中考高考破格联考 中考时里满分仅差一分的天才级人物 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为我国带来像歼20这样的先进隐身战机 相信一直以来作为我国甚至是世界最先进隐身战机水平代表的歼20 大家一定很好奇其性能如何 又拥有哪些平常战机所不具备的绝招 而在今日的一场演讲中 杨伟源氏除了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外 也将大家揭秘了歼20隐身战机到底有多强 杨伟源氏说歼20独创了世界首例 深立体边条压式布局 这不仅能提高飞机隐身性能 还是其具备很强的超音速和机动飞行能力 此外 在战场派示感知 信息对抗 积攒武器和协同作战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多突破 拥有不少绝招 总结来讲就是一项世界独创和很多绝招 歼20曾被香港媒体拿来与F22做比较 在有消息显示发动机短板已经解决的情况下 两机的航电系统 武器挂载 尺寸大小等方面都不相上下 而因为F22的后向隐形性能较差 我国正向和侧向隐形能力都出色的歼20明显更胜一筹 而且在作战半径上歼20明显优于F22 在8月27号 美国媒体发文称 中国的歼10 歼16等主力机型都已经大范围配备国产武器系统和发动机 并且部分歼20原型机也正在进行由国产发动机提供动力的飞行试验 由此可见 中国的航空工业在增强能力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央视近日报道 我国歼20隐身战机总数获已超过20架 这设计发动机好消息之后 又一个值得我们高兴的事情 在近日报道歼20与歼10核讯的照片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首次出现的编号 为78277的歼20隐身战机 这表明目前正式服役的歼20至少已经有了7架 再加上此前生产的6架原型机 因此央视方面大胆推测 歼20的总数量可能已经达到或超过20架 我国军事专家尹卓对此表示 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我国未来对歼20的需求可能达到数百架 因为战机规模的大小是由军队需求和国家经济生产能力决定的 而目前小批量生产的歼20可能只能被部署到最关键最需要的地方 刚刚这消息一出 美媒炸开了锅 直呼中国不按套路出牌 这是改写全球规则的大事 西方既丝毫没有察觉 详情请关注一号售所 微信公众号 回复A 了解真相